辱政法 三称佛号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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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 各位法师,各位提示,大家好 我们继续一起来探讨大致的论卷三 请翻开讲义第九十六页 讲义九十六页 在《波尔经》提到,就是《波尔会》上有很多的大阿罗汉 那么只有阿难尊者还是有学,围在学地 他那时候只是得到出国 大臣他牵涉的问题很广 就是为什么阿难尊者跟着佛那么久 为什么还只是证得出国 这个我们上周已经提过了 接着有人就问 为什么阿难尊者不取别的名字 要取叫阿难呢 阿难中文的意思是阿难 这个难好像感觉不是很理想 但是其实他原来是欢喜的意思 欢喜 那我们来看九十六页 第三 大得阿难名,以何因缘 为什么那名字叫做阿难 到底是过去世的因缘 还是金生富美给他取的名字 还是说金生他特别有什么因缘 用这个名号 论主为达,这个三者因缘都有 底下分别解说 那么什么是先世的因缘 过去世的因缘 这里提到释迦牟尼佛过去世 他是一个制造陶瓦器的工匠 名为大光明 那时候的佛 恰巧名字也叫释迦文佛 弟子们又设立佛 牟尼佛、牟尼佛、牟尼佛、牟尼佛 那时候的佛跟弟子们到瓦斯的家住了一宿 瓦斯就世事供养 后来发愿说 我将来能够度脱生老病死 得到解脱成佛 我的名字也要像现在的释迦文佛 释迦文其实就是释迦牟尼 只是不同的翻译 那发愿 我的名字也叫释迦牟尼佛 释迦文佛 我的弟子们也是一样 那因为佛有发这样的愿 正好这个因缘感德的弟子 也有一位叫做阿难 这是过去世的因缘 另外还有阿难本身 过去世 生生世世也立下一个大愿 说他希望在释迦牟尼佛底下出家 那众弟子中希望成为多文第一 名字叫做阿难 再来复赐 阿难世世忍辱除称 就是经常修忍辱 不会有称怒 称怒就像貌就不好看 那因为他能够求忍辱 那因为他能够求忍辱 慈悲 寒荣 所以生生世世都非常端正 这是他先世的因缘 那因为他生下来也非常端正庄严 看到人都非常欢喜 我父母给他一个名字叫做阿难 自为先世因缘 所以这一段其实包括他过去生自己修忍入庄严 那也有这一生父母给他取的名字 这个有因果关系 那有这个转折底下顺者就提到 那父母为他取的名字 为什么不取别人 取名叫阿难 那这里就提到日种王名十字夹 那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 那四个儿子 靖范王 靖范王就是我们世尊的父王 那再有白范王 胡范王甘露王 女儿叫甘露卫 靖范王两个儿子 一个就是世尊 另外弟弟是南陀 这南陀就是他娶妻 孙陀利 淫欲出家以后淫欲很强 后来佛用这种方便 杜阿他成就阿罗汉 那么这个南陀 应该是世尊的同父异母的弟弟 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提伯达多本来希望说佛 求佛教他神通 佛不教他 后来他转向阿难 因为提伯达多是阿难的兄长 所以他教他禅定 后来因为心术不正 想要害佛领导生存 没有办法成功 所以害佛也不成 最后堕地狱 甘露王有二子 一个摩河南 一个是阿那律 阿那律尊者 这也是非常有名的 阿里柔洞 大尊是这么写 不过其他五分率 还有其他的经论 就是这父子之间 有时候都不聋 这就是父王 儿子之间的都不聋 这文献上有些出入 好 那这里就稍微提到佛陀 就是习达多 后来舍弃准人王位 半夜育成出家 六年苦行 苦行还没成到的时候 静患王非常想念孩子 经常派遣人去看看 我的小孩子是不是得到了 身体是不是好 是不是还健在或者死了 种种 派遣的死者 或者是其他的大臣们 就会来禀报王 说那时候修苦行 皮骨相连 身体非常的虚弱 看这个样子好可怜 大概活不久了 看他的苦行 各位如果去印度 偶尔会看到那个 就是师尊苦行的那个像 真的是皮包鼓 前胸贴后背 真的很瘦弱 苦行的时候 那 过往听到他的话非常忧愁 想到说我这个孩子就是希达多 刚生下来的时候有相师说他三十二相 在家会做转人身亡 如果出家他可以做佛 可是现在两个都不成 又怎么样的衰苦 一无所得而死 觉得非常忧伤 后来希达多太子 希达多菩萨舍弃苦行 有牧羊女供养乳米 在菩利树下做金康座 立下一个誓愿 如果说不得一切志 不能成佛的话那就不起座 那时候魔王就要考验他 那菩萨以智慧力固来大破魔君 魔王敌不过释迦菩萨 所以他想那我就挠乱他的父亲吧 就去跟父王敬患王来说 你的孩子啊 今日后夜已了 大概已经完蛋了 那国王听到这个话 就吓得就躲到床底下去了 在那边悲哭 阿姨陀西远就是那个相师 相师他骗我 他说他有三十二种相 应该要么转人圣王 要么就成佛 结果今天竟然一无所获 但是又来脑乱了 就是金庞座 那另外一方面 菩利树神就非常欢喜 他也来金庞座的地方来报喜 说你的孩子已经得到了 他就去退了种魔种 光明如日出 普照十方土 这时候金庞座他觉得很困惑 之前有天 这个天 但是金庞座以为是天 其实是魔来考验的 魔来扰乱了 他说你的小孩子已经完了 那你今天竟然说 他已经 就是 敌退这个魔种而得到了 那哪一个才是真实呢 我到底要相信谁 苏神就说 我并不是忘你 之前你认为这个天 其实他是魔 他在骗你的 那么现在 我们来跟你讲这个才是真实 国王听得很高兴 他说我只虽死转轮胜亡 不过呢 现在得的是法转轮亡 就是法亡 定格大力 无所失 那时候国王心里非常欢喜 正好那个时候 福范王家里 就派遣人来 告诉金范王说 这个跪地 生了一个男孩子 国王心里非常欢喜 就说 情日大吉 是欢喜日 他说 那你的小孩子 当自为阿难 这阿难就是欢喜 那这个因缘 就是父母 所取的名字 好第三 这 跟过去是没有关系 跟父母其实没有关系 是自己 自己的因缘 云何依因缘立名 那端正清静 如好明静 不管老的小的 美好 或者是丑陋 这人看到他 那都会欢喜 其心明镜 女人见之 欲行己动 所以 所以 我特别 其他的是偏袒右肩 那听阿难 着父见一 这阿难 能令他人见者 心眼欢喜 就是欢喜 所以 有这样的因缘 名为阿难 照论者 有赞叹 面如敬满月 眼若青莲花 佛法大海水 流入阿难心 阿难他多文第一 记忆力非常非常的好 能令人心眼 见者大欢喜 诸来求见佛 通献不失疑 这角度 南木特教授 他有诸解 就是阿难是逝者 那有人想要见佛 都会先通报逝者一下 那阿难尊者当逝者 非常的尽心 安排与佛陀见面的事宜 必要的时候 比如佛陀身体非常不舒服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第二的话会挡人 主格佛陀不相会见之人 最后一个小节 所以阿难虽然能够得阿罗汉道 因为他希望说当佛的侍者 以供己供养佛顾 自己忍而不证 其实他可以证得阿罗汉 不过 证得阿罗汉 本身就应供了 以诸佛常法 阿罗汉就不适合在当侍者 所以阿难尊者自不禁动 以此大功德顾 虽然他不是无学的阿罗汉 不过他也参与在阿罗汉的众人当中 虽然还没离遇 不过在离遇述当中 以示故供述五千宗 以十位是阿罗汉故 五千人里面其实有一位除外 就是阿难尊者除外 底下四宗义 四宗 四宗这里所谓的四宗 就是比丘 比丘尼 幽伯赛 幽婆仪 前面有提到五千的阿罗汉 这是比丘 接着有谈三宗 比丘尼五百人 幽伯赛 幽婆仪 各五百人 接见圣地 接见圣地 这指的是正的出国 还不是阿罗汉 正的出国 问曰 为什么比丘五千人 其他的比丘尼 幽伯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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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五百人 这问的人问题也很多 连这个他也问 论者不厌其反的回答 首先 比丘尼得到 为什么不及比丘的理由在什么地方 这个女众看起来会不太高兴的 每人多短智慧 烦恼构深 但求喜乐 爱情多过少能断即死 得解脱症 如佛说是因缘其法第一 圣生难得 这指的是缘起圣生 灭盘背负圣生 这个角柱下面还有一段 我会再修改 本文后面还有一段中二的文 就是缘起地乎圣生难见 缘起圣生 还有一个更加圣生的 就是涅槃 一切烦恼尽 离遇得涅槃 地乎难见 这是引字杂罕 两百九十三经 下面提到再加二众 他们不能够证得漏尽阿罗汉 最多可以证得三果 有学三果 优伯赛优伙瑜 有居家 故心不尽不能尽漏 只可得是圣地 做学人 这里的学人 广义的说不只出国 包括二国三国 如记说 孔雀虽有色颜深 不如红艳能远飞 白衣虽有富贵力 不如出家功德胜 孔雀很漂亮 他有种种种的羽毛 色彩 庄严之类的绳子 这是在比喻再加重 再加重可以 挖粉丢脸肌 打扮飘飘亮亮 我们出家人就穿了坏色衣 可是不如红艳能远飞 在家人有家里 不能天天在外面到处跑 想要来听课 还要家人同意 确实也是难免可贵 这里红艳 长得没有像孔雀 那么漂亮 不过他可以自由自在飞翔 这在比喻出家 所以白衣虽有富贵力 不如出家功德胜 以示故诸比丘尼虽出家 舍计种种世间的事业 智慧断 所以只有五百阿罗汉比丘尼 那白衣二重 在家里为家世烦囊操劳 得到各自有五百 所以这个经文 富有五百比丘尼 优优优优优优优也接见圣地 优优优优优也有可能是 证得出国优优三国 那五百比丘尼 当然也有可能证得阿罗汉 比丘尼证得阿罗汉也是没问题的 接着就说 为什么前面只赞叹五千阿罗汉 而不赞叹其他的三众 论主回答说 如果赞叹阿罗汉的话 其他的同力可证 他们也是值得赞叹 所以不需要再另外赞叹 如果别赞的话 外面外道人就会说 那你为什么赞叹比丘尼 为什么赞叹白衣 有人会以为说 那你是不是为了贪求供养 种种所以不赞叹 底下提到波罗汉大会中 声闻为什么数量少 他的理由在什么地方 问曰 其他的魔鬼眼睛 就其他的大圣经 有时候提到 佛跟大比丘众 聚在一起 其他大比丘众 人数非常的多 有了八千 有了六万 乃至十万 那么在大圣经里面 波尔经应该是最大 如波尔经的竹蕾品里面说 如果其他的经 忘失的话 得罪也比较少 可是 如果说忘失 波尔波罗密一句的话 罪过就很多 所以可见 波尔经应该 比起其他大圣经来说 他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以事故知 波尔波罗密经第一大 那么这个第一经 当中的第一大会 为什么圣文众的数量 只有五千 比丘尼 比丘五千 比丘尼又不再又或以这 各五百 为什么比起其他的大圣经 人数比起来那么少呢 论主的回答 说这个是 波尔是圣圣的法宝 不轻易的给别人看 所以 这个波尔经圣圣难解 圣文众少 比如网友珍宝 不是凡人 只是给大人信爱 或者是诸大成 这些人 清金的人 再视线给他看 其他的小成 那就不献给他们看 这借此来强调 波尔经的书上 再来 德果纯净 辉为余杂 就是所举的 这六千五百人 他们都是得到的圣者 虽不禁解圣圣 波尔波罗密 就是完全了解圣圣的波尔 或许还没有办法完全了解 但是他们有信 一个信 一个解 虽然还没有完全了解圣圣的波尔 可是他们都能够产生养性 得无肉的嗜信 这个嗜信 其实就是嗜不坏性 如角株一三二 像出国的圣者 他有嗜不坏性 那嗜者呢 佛 法 生 戒 这嗜者 嗜不坏性 其他的经提到的圣文众 虽然很多 数量非常多 但是他们比较杂 并不是每一位都是得到的圣者 好 华物三 举罪圣来总这一切 说在波尔经里面 他这里所举的这些人 那只是比较殊胜的人而已 世宗先占千万阿罗汉宗 择取最胜五千人 比丘尼 又不赛又不亦二 圣者难得 顾不多 圣者难得 顾不多 好 这是大尊卷三 我们接着看大尊卷四 各位手上都有讲义了吗 这件事也非常重要 这件事也提到菩萨观 那同样是菩萨 这里面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的 就是我们大圣经典有提到菩萨 那生文经典我们都看到阿罗汉 阿罗汉等等 其实生文经典里面也有提到菩萨观 那么在前半部就提到阿比达摩 他们对菩萨的看法 后半部站在大圣经的立场 来提大圣的菩萨观 我们借此可以互相做对比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生文所提到的菩萨 大部分他指的是释迦菩萨 还有弥勒菩萨 绝大部分 大部分 就是说在生文经典 比如说俱色论 大壁菩萨论等等 里面所提到的菩萨 大部分都是释迦菩萨 很多本身故事里面的菩萨 也都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前 那个时候我们称为菩萨 不过大圣的菩萨观 他就不限于释迦牟尼佛 释迦菩萨或者是明的菩萨 只要大家发菩萨心 希望成就佛道 在修行的过程都成为菩萨 所以菩萨就非常非常的多 那由于非常的多 里面就提到菩萨的机会就很广 有初发心的菩萨 有久学的菩萨 有得无神法人 不退传的菩萨 乃至一生不促菩萨 或者说死地的菩萨 就牵扯的蛮广的 好 那我们先看 讲义101页 富有菩萨谋煞 这个主要是随顺经文 就是前面经文提到 在这个菩萨会上 有共摩合比丘生 五千人 然后有比丘尼五百 有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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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五百 然后除了这四众以外 另外还有菩萨摩合萨 外人就问 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若从上面算下来 那应该有佛嘛 紧接着就应该先谈菩萨 然后次第呢 再谈比丘 比丘尼 有菩萨有菩萨 为什么 因为菩萨他仅次于佛嘛 那如果你从下面算上来 那应该是有菩萨先 之上是有菩萨 然后比丘尼比丘 然后再菩萨 最后再佛 可是为什么经的安排 先说比丘 然后又说比丘尼 又菩萨又菩萨 又菩萨 这个时候才说菩萨 外人提出这样的疑问 论主提出两种理由来回答 首先第一 菩萨于无学之后的理由 无学就是阿罗汉 这里面也有两个 瓜乎一的理由 就现世法来说菩萨肉未尽 菩萨他发大心 照说他应该紧接着佛来谈 不过呢 因为诸烦恼未尽故 先说阿罗汉 那这边我们就牵涉到 菩萨什么时候断尽烦恼 菩萨什么时候断尽烦恼呢 菩萨结果也很多嘛 刚刚提到初发心 就学得无声法忍不退转 一声普触 基本上来说 到无声法忍的时候 得无声法忍不退转的时候 是断尽烦恼 但是习气还没完全断尽 但是菩萨有很多的菩萨 不完全是指得无声法忍以上的菩萨 也有些烦恼未断尽的菩萨 出发心或久学 所以如果说从烦恼断尽不断尽来说 我们先谈阿罗汉 诸阿罗汉智慧虽少而已成熟 诸菩萨智慧虽多而烦恼 还没断尽 所以先说阿罗汉 佛法有二种 一个是秘密 一个是现世 这等于是一个显一个密 那么显的现世法当中 佛、碧之佛跟阿罗汉 皆是福田 以其烦恼尽无与故 佛或者碧之佛或者阿罗汉 他们都是烦恼断尽的 所以后面会提到菩提 有三种菩提 三种菩提 就是生文菩提 碧之佛菩提 还有佛菩提 提到这个已经断尽的烦恼了 菩萨就不成为菩萨菩提了 所以在现世法当中 佛、碧之佛、阿罗汉 他们是烦恼断尽 那么秘密当中来说 菩萨得无生法忍 烦恼已断 聚以六神通 能够利益众生 这里再说明说 菩萨里面 虽然说 有一些出发心或久学 烦恼还没断尽 但是呢 得无生法忍以上 其实烦恼还是断尽的 那从现世法来说 从烦恼通通断尽来看 那我们先说阿罗汉 其次再说菩萨 第二 菩萨以方念力陷入五道受五欲引导众生 这菩萨证得无生法忍之后 他不会再来三界受生了 他具有法性生生 他是悟得法性 悟得诸法实性 他感觉的是法性生生 可以化身到不止人道 甚至地狱道等等去 可以陷入五道 那也有可能在人间 视线来受五欲的在家人 领导众生 若在阿罗汉上 诸天世人当生一怪 他们不了解 菩萨原来功德这么殊胜 是实现的 只是看到表面上 他还受五欲 或者说只是一个在家人而已 那 如果说 甚至 把他排在阿罗汉之上的话 一般人不了解 会产生一怪 事故后说 所以菩萨在无学之后 才来谈 那外人又问 如果说在阿罗汉之后 再谈菩萨 那我暂且同意 可是呢 为什么 还有在佑菩萨佑菩萨之后 再谈菩萨呢 论主回答 世众虽露未尽 静在不久故 通明声闻众 世众 有的比丘 比丘尼又不再又破疑 其中 有些当然正在阿罗汉 不过有些呢 还没有完全断尽烦恼的 不过呢 他们隔不久 就会漏进了 像如果是正的出果的话 他顶多七番生死 顶多七番生死 他就会入泥盘 如果是二果的话 他顶多一来 再来彼此人间 三果的话就不来 不来遇见 所以如果是正的出果以上的圣者 他们顶多七番生死 就可以漏进 若于世众中间 来插入说菩萨的话 那会不方便 如比丘尼得无量律一故 因在比丘之后 而在沙咪之前 因为沙咪只有受沙咪死戒 但是比丘尼他已经受了居主戒 应该在沙咪之前 佛已以法不变故 在沙咪后 就是如果说我们在排班的时候 基本上为了避免男众女众夹杂在一起 所以先男众 那之后才女众 所以先男众 比丘在前面没问题 那沙咪本来应该在比丘尼之后 不过为了以法不变 所以为了避免男众女众夹杂 所以比丘尼也排在沙咪之后 那菩萨也是如此 虽应在有学圣者三众之上 以不变故在后说 好 复制 另外有人说 菩萨 功德 智慧 都比起阿罗汉 毕之佛 更加的超越 殊胜 那既然这么样殊胜 应该另外单独来提菩萨 事故也说 好 下面一个主题 关于大圣经中 别说菩萨中的理由 首先 就提到 在圣文经中 那为什么只有说 比丘 比丘尼 佑菩萨 佑菩仪 只有说这四众 可是在大圣经呢 除了这四众以外 为什么还要别说菩萨中呢 论主回答 有两种道 一个是生文道 主要是求自己的解脱 重在自己解脱 其他呢 随分随利 一生 因为他不是后友 他再怎么样度化众生 不过也只不过这一生 只要阿罗汉的话 所以 就生文道 即使阿罗汉 他再怎么样度化众生 不过也只不过这一生而已 他就不受后友 那么比起菩萨道 菩提撒罗道 他是生生世世发愿 来普度众生 那就不止一生一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菩萨道 他是比较殊胜 比丘比丘尼 又菩萨又菩以示众 这是生文道 菩萨摩萨 这是菩萨道 所以生文经中 在经的开头 没有提到 没有提到佛在什么地方 跟多少菩萨聚在一起 只有说佛在某某地方 有多少比丘跟着佛 所以在生文经里面 就没有再说 有多少菩萨跟着佛在一起 但是大圣经 因为强调是菩萨道 所以示众之外 还有提到菩萨 第二 菩萨离示众别说之理由 外人又问 那以菩萨 要么就在家的菩萨 要么就是出家的菩萨 除了这两个菩萨以外 你还有第三个菩萨吗 没有嘛 要么就在家 要么就是出家 你不会既在家又出家 那如果是在家的菩萨 那菩萨总说 那要么就男中的又菩萨 要么就女中的又菩萨 如果是出家的菩萨 那要么是比丘 要么是比丘你 那为什么 你在这个在家出家的示众之外 还要另外再别说菩萨 还要另外再别说菩萨呢 论主回答 菩萨必多示众 没有错 假如要成为菩萨的话 要么就在家出家 要么男中要么女中 可是呢 有示众的人 他没有发大心的话 那他们并不是菩萨 不能成为菩萨 所以要别说 所以虽总在 菩萨总在示众当中 不过呢还是要别说 何以故 菩萨必多示众中 而有示众不多菩萨中 哪示众呢 一个神文人 真的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 这些人 或者真的独觉的这些人 那么他们没有 没有发菩力心 他们不能成为菩萨 那这两类的人 能够正果出三界还好 有的呢 他只有想要修福报 求生仁天 求生天人 求生天 那这个只是正上身心 发的是五圣共法而已 属于五圣共法而已 所以这一类呢 也不得称为菩萨 第四类呢 有求乐置佛人 那有的不一定要升天 他希望说自己的生活 更加幸福美好 这一类人 那么这四种人 他们不入菩萨当中 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发大心 说我将来希望成佛度众生 好 好 瓜虎二 菩萨得忍 就得无声法忍 那 就不属于众生术 没有属于众生类 对了 付赐 菩萨得无声法忍 故 一切明智 生死相断 出三界 他已经超出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不会再三界轮回了 所以呢 他不会 他不算 入于众生术当中 何以故 生闻人 得阿罗汉道 灭度于 上不度众生术当中 何况菩萨 就阿罗汉 他 他证得阿罗汉 灭度之后 他不受厚有 所以他不度众生术 那得无声法忍的菩萨 他更加的殊胜 所以他也不度众生术当中 卢不落言 幽波斯难中继 说 以灭无处更出佛 若以永灭不出佛 祭入涅槃常祝佛 违愿大致说其实 这个祭宋 跟南传的荆棘 1075宋到1076宋 相合 那么在阿罗汉经 我们也看到 就是如果 有修行者正的涅槃的话 那我们 不会再去说 他是有还是无 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或者说是不是 还会再来等等 佛达曰 密度 比如说 这阿罗汉密度的话 灭者及时不可量 破坏因缘及名相 就是一切的名字 或者相貌 都无法去形容 一切言语道已过 一时都尽如火灭 所以正的涅槃呢 心形楚灭 言语道断 我们用意识 来怎么样的思量 都达不到 不管用言语文字怎么形容 也都形容不了 所以像阿罗汉这样子 一切名字尚断 何况菩萨呢 何况正的无声法人菩萨 他能够破一切诸法 能够知道诸法实相 得到法身 那这样的无声法人菩萨 当然他也断这些名字啊 相貌 当然他也不堕众生术当中 所以说 以示故 在大圣经来说 除了谈到四重之外 还有在别说菩萨 底下外人就问 那大圣经 你会谈四重还有菩萨重 那圣文经 你为什么只谈四重 不说菩萨重呢 那圣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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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圣文经呢 就是佛圣跟圣文圣 我们俗称的大圣小圣 就是大小圣的差别 有哪些差别 我们请看角注第十 角注地人 老师的大圣笔记 很恶要的 几个字 就提出大小圣的差别 首先广大狭小 广大当然是大圣 狭小就是小圣 除了这个以外 下面的前者都是小圣的 圣文经 比如说自立 还有普立 普立就是自立立他 再来多升空 这个意思就是说 在圣文经里面 多谈众生空 那我在大圣经里面 就谈二空 这二空就是众生空 跟法空 二空间谈 两个空一起谈 再来从小众跟二众来说 在圣文经里面 只谈圣文圣 这四众 特别是比丘众 那我在大圣经呢 就谈圣文众 还有菩萨众 这二众 好 那我们回过来看本文 我们跟导师的笔记 对照一下 就很清楚 圣文圣狭小 佛圣广大 这是第一项 再来圣文圣自立自为 就是自己为自己 可佛圣呢 佛圣呢 他立一切众生 自立也立他 这是普立 再来复赐 就是圣文圣多说众生空 众生空就是我空 在圣文人他们修行 他不一定要广观一切法空 但是呢他一定要观无我我所 观我空 破除 撒迦也见 破除我见的执着 才能够 转返入圣 那么少数的圣文经 有提到法空 这个后面会被提 但是大部分 谈众生空我空的 比较多 那佛圣 就大圣经里面 除了众生空之外 也广观一切法空 所以说二空 如是等种种分别 说二道故 大圣经 那就圣文众 佛达宗两说 如果圣文经 那就只有谈圣文众 如战摩颜迹中说 那就战战大圣的祭颂 得此大圣人能与一切乐 利益与始法令的无上道 这主要是谈慈悲 慈悲是娱乐 给人家快乐 这是慈 观济斗教 就是看众生的根性 给他不同的恰当的法门 让其他一些众生都得到无上菩提 底下六个祭颂 分别对应是布施慈戒 忍入精进禅定般若 六度 得此大圣人 慈悲一切故 头目以布施 舍之如草木 这生命的布施 就像草木的布施一样 这个发大心的菩萨才有办法做得到 这样子 再来得此大圣人 护此清净戒 如牦牛爱尾 不惜身受命 就为了护此清净的戒 有时候还不惜生命 再来忍入 得此大圣人 能得无上忍 若有割结身 誓之如断草 就是有人割结我们的身体 就像断草一样 其实是精进 得此大圣人 精进无厌眷 立行不休息 如书大海者 这个就好像说把大海水啊 整个通通把他咬出来 把他咬干 精进到这样子 这个牵涉到典故 这个后面 谈到精进菠萨蜜的时候 会提到 这个大海水 你要全部把他整个 咬干咬出来 当然非常不容易 再来禅定 得此大圣人 广修无量定 神通圣道力 清净得自在 无量的禅定 神通 在佛教里面讲神通 他一定是以禅定为基础 特别是根本禅 初二三四禅 如果没有以根本禅为基础 事实上这个顶多只能称为神秘现象 不足以称为神通 佛教所持的神通 一定是以根本禅为基础 特别是第四禅 再来是般若 得此大圣人分别一株法相 不坏时智慧 智慧就是般若 始终以聚得 下面这个祭诵 主要谈悲智双运 不可施亦智 这是谈智慧 无量悲心力 这谈悲 不入二法中等官一切法 就是不二法门 要悲智双运 一切法等官 儒玛佛相圣 虽同不相比 菩萨及身吻大小亦如是 这马跑得快啊 驴子跑得慢 虽然说他们同样 有些车身 请他们来拖 或者拉等等 但是有的跑得快 也跑得慢 也承载得多 也承载得少 菩萨跟身吻也是一样 大慈悲为轴 智慧为两轮 神精进为十马 十马就跑得非常快的马 戒定以为弦 就是放在马口 勒住马 来驾驭他的行动 因为我们人心愿意马 那就要此戒修定 让他身心能够安定下来 忍入心为凯 好像战甲一样保护自己 种词为佩乐 这种词就是陀罗尼 陀罗尼 这在卷武一开头还会再提到 有很多种陀罗尼 陀罗尼 佩乐 角度十七 教育身口用的缰绳 或带绝子的龙头 摩尼人圣 就是大圣 能度于一切 这些圣 为什么讲大圣小圣 圣是交通工具 是一个交通工具 所以这里面挤到六度 慈悲 陀罗尼 这些就是像我们大圣 你要度化众生 那不但制度度人 要广度众生 你的交通工具 能够承载很多很多的人 需要具备很多种资良 跟功德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有人就问 既然圣文经只提到圣文众 那你大圣经 你只说菩萨众就好了 为什么大圣经 还要再提圣文众呢 这就是第四 这个问题 大圣经不只说菩萨众的理由 大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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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广大 诸圣诸道 都流入这个大圣里面来 也就是大圣 既然大圣他不是只有容错大圣人而已 小圣啊 仁天圣 他一样是能够含瓜 那么圣文圣狭小 那当然就只能够容受 圣文圣的人 但不受大圣 譬如恒河不受大海 以及狭小固 大海那就能够 纳百川 以及广大固 大圣法也是一样 所以磨河眼如海 大圣的就像海 小圣呢 就像牛鸡的水 牛踏过 那一个痕迹 装的水当然很小 小固不受大 其欲已犹是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底下正式来谈菩萨 菩萨的定义 还有声闻的菩萨 还有大圣的菩萨观 好 谢谢